今天就整個出大太陽 所以很適合戶外活動 那我們就要去大阪城出發 有沒有看到大阪城在遠方 這是台語的公園 還有星巴克Lawson 我們先逛一下然後慢慢走過去大阪城 GoGo Go 下面踏古城河 然後天守河其實就在上面 現在被擋住了 走走走走走走 要爬上去 這邊有個風國神社 紀念那個封城秀吉的 然後地圖超大 那戰地就很大 你們就可以從這邊上去了 這首格子在後面 日本的古蹟保存好好喔 還有一堆格子 現在我們就要進去觀賞 然後它好像分很多層 大阪城天守 好大樓 超高的 不知道是四五層樓吧 然後等一下再認真的逛一逛 以前 整個面積更廣 我們現在已經關完天守閣了 了解一些日本的文化跟歷史 不知道怎麼蓋蓋的那麼大 大一個龜門 然後再逛一下周圍 然後 我們就要去阿班港 風國神社 紀念那個封城秀吉 那原本我們要去那個看七支庭院 還有那個城魯 可是好像暫停開放 有點可惜 不然我們周圍竟好像也可以免費入場 神社走一走 看一看然後就要去坐車了 現在到了大阪港 準備要來去坐摩天輪 還有那個聖馬利亞號 哇 超大的摩天輪 後面那段就是海生館 怎麼日本的港口也做這麼的豪華勒 然後坐船 摩天輪 文化館 海遊館 整天都是 現在竟然準備吃了這堅律 二橋風月打蠻燒 然後我們吃點這個第一名的豪華煎餅 然後好像服務生會幫我們用到好吧 好可惜 我們來市場 海浜 還有一支 三支 海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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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还蛮好吃 日本的酱好像都偏腿 可以来试试看粉店会推荐第一名 好吃好吃 免费 哇 吃玛利亚号啦 一趟好像45分钟 都整点出发 这一趟就是想抽一层 这一区 因为这是在大阪带的时间不够长 这一趟就是满车一层就在旁边 现在搭完船的话 大概45分钟拍摇 不过我觉得很值得可以看到 哇 人家大阪带搞得这么气派 现在我们准备要去搭这个 摩天人天堡山大观感车 准备上车 所以我们是阿鲁塔 不知道几层都抱着地面了 排水层 拜拜 到站了 耶 结束大阪港的巡船 这次没有进去海游馆 就是下一次 跟环球引擎一起 下一站 我们应该是要去 梅田 我们要坐上去了 大阪洲建 对想要初认识大阪的人 真的很好用 整个建筑就是以白色为基底 然后就很干净很舒服 可以让人家坐在这里休息啊 吃东西 SKYWALK 就是可以到上面 可以到上面走走 就可以环视整个大阪 再说一次 可是周游圈的话 这个景点也是免费的 我们就盖这个真的好屌 它是把整个平台 用天车 用吊车 然后把它吊起来 花了十个小时 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再把它固定住 好 准备离开了 现在来到哈鲁卡300 现在来到哈鲁卡300 六十层楼高 这太高了 原来日本人自己都说 10公里 这个如果有巨高 真的应该不太敢来吧 这真的很高耶 超高的 给你们看看这有多高 这六十层楼 不是开玩笑 这里真的要来 所以很精彩喔 可以拍夕阳 或者是夜景 最后一晚的大阪了 又回到库立国 我们回到了关西机场 日本真的很好玩 真的是会让人家上雨的地方 在台湾机场也是吃汉堡王 回国也是吃汉堡王 汉堡王做结局 台湾时间7点20分了 到台湾了 也是有这个8天7夜的日本之旅 觉得日本真的很好玩 每次出国回来都会有那种失恋的感觉 然后准备入境 然后就要回家了 拜拜